三十七蘋果日報 蓮花不協狂風暴雨最溫柔八號波緊掛五個半小時 2015年7月10日要問A02本部信 熱帶風暴蓮花為香港帶來今年首個八號風球 但來去衝衝緊逗留五個半小時便落波 成為本港歷來十大最短命八號風球之一 蓮花轉彎直撲香港 正當人人嚴陣以袋之際 他底港後其中心風力卻突然減弱 未有觸發天文台原本預料的狂風暴雨 市面一片平靜 預料者朵溫柔的蓮花今日會漸漸遠離香港 未來幾日天氣會局部地區有趙雨 間中有陽光 記者、施圖維和劉永明天文台前日早上7時40分發出1號戒備訊號 自作晨8時40分發出3號強風訊號 及自作日下午4時40分發出8號西北列風或暴風訊號 當時天文台預測當晚香港天氣會急速轉懷 並有狂風暴雨 但蓮花在廣東內陸迅速減弱 未為本港帶來連場豪雨 直至晚上10時10分改架3號風球 前後8號風球緊緣掛了5個半小時 是本港歷來最短命8號風球第7位 泳客無聊到水客照廠關有市民趁風來臨展開追風之旅 在石垢大浪灣 有人手持滑浪板準備風高浪急可以衝浪大玩一番 但苦等多時仍然風平浪靜 最終失望而回 其中黃先生在尾掛8號風球已經到來 他大感受獻雪 玩傲X個鐘都玩到A8號風難堂Y一般都是走好過 另一名榮俠艾言說 去年打8號風都有胖豪張A8位L好多 打風打到連防沙網都爛虛A8 但今次蓮花就沒什麼料到 足如同Email 蓮花也沒有對香港造成嚴重破壞 指示荃灣城門道補血會思源學校校園一貨三十米高的大書 於作神塔下 幸無傷人 不少上班續作在天文台發出8號風球後提早下班 但人潮擁往公共交通工具 引致道路和港鐵月台一道擠賽 街市易提早收鋪 有市民擔心食事會因風關門 早作準備擁往超市購買糧食 下午午時 九龍堂有一城的超級市場內 不少蔬菜和食品已被掃空 本港各地的超市也出現排隊人龍 上水區的水貨客無據台風和警方驅趕 爭取時間繼續入貨及分貨 再拉斯滿奶粉 尿片的手推車入閘 經口岸北上過關 香港迪士尼樂園 海洋公園 例如及中環海濱摩天輪服務再下午陸續暫停服務 例如表示已將帳篷 橫額等已被風吹倒的設備拆射 前台長林超英表示 此吹雜路徑相對少有 由於颱風部分環流在陸地橫越 摩擦歷史風力減弱 相反於海面環流部分較大 則會維持風力 影響則會較大 另外 強颱風燦紅集結於本港東北方 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每小時155公里 未來一至兩日會橫過西北太平洋 大致移向東海至華東一帶